今集想跟大家介紹一下YSELFOOJ最新推出的春季系列 其實它的設計也很出眾 你可以看看這個眼影組合寫著Keep an eye on me 打開看看有什麼顏色 看到的顏色都比較鮮色 有橙色、粉紅色等 讓我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通常都會很少用橙色或粉紅色做眼影 所以讓我先試一下 因為都不是太難可以搭配的 其實在雙眼皮的位置 我們可以塗一些橙色的眼影 然後慢慢掃上去 感覺就不會太誇張 其實除了這個橙色和粉紅色之外 你看到它也有一種shimmer的 這支比較淺色的shimmer 這個可以掃上眉骨的位置 它會提升眼部的輪廓 可以提升眼部的輪廓 也可以敛開我們的橙色眼影 我們同樣地 左眼也是這樣 化完這個橙色 我才會塑上這個shimmer 這個閃粉 就不會顯得眼影太誇張 掃到眉骨的位置 如果有些朋友喜歡大膽一點的顏色 我們也可以再化一點 眼影這個位置 記住不要整個眼睛都掃上橙色 不然整個眼妝就會太誇張 好一點的橙色 好了 接著要介紹這支雙色煙唇膏 其實它有什麼特別呢? 厲害了 因為這支彩妝品可以用來做煙絲也可以 也可以用來做唇膏 讓我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用來做煙絲 這顏色有珊瑚色和紫紅色 但我這樣掃上去 你會看到兩隻顏色都出來了 當然我們不需要這兩隻顏色 所以可以用手指去慢慢混合它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如果多了都不要緊 我們可以慢慢混合它 又或者可以用彩妝掃去慢慢推開都可以 可以做到一個很自然很creamy的效果 其實數一數下就可以做到一個白淚透紅的感覺 好 做法是非常簡單 好 好了 腌肢用完了 我又想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用來做唇膏 其實可以大膽一點 試試用兩隻顏色去掃唇唇膏 上面可以試用這個紫紅色 好 下面也可以試用這個紫紅色的顏色去掃唇膏 可以做出這個很plainful的妝容 是很特別的